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来进入这一个实践策略的比较细节的部分 那也是针对我们的一个跨小平台的实践策略的部分 在这个部分呢,我会针对我们的策略一 就是把它EIT的,把它做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之后呢,我们会来针对这一个车类一所应用的情境 就是跨芯片的这种小平台的这种三种情境 之后做一个结议 所以我们这一个在前几个阶段呢 我们是重复杂 复杂当中 然后 E型呢 这个假定就是一个 一个EIT 造型 出发 然后呢,我们经过了 这个创意的过程 找到一个 这个 车类的方向 这个车类的方向呢 就是 叫掌握 这个 I的 接口的 这个制定权 掌握了I的制定权就有话语权 我们就不会依赖在别人的所制定的接口上 因此就可以实现我们的跨平台 好,那这个过程呢 是在做这个从这里到这里呢 的过程呢 是在做的是减法 就是从复杂当中得到简单 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再来把它分为 三个车类 这叫做实践车类 这实践车类一 这是实践车类二 实践车类三 OK 好 那现在我们谈的 就是针对 这个车类一 车类一呢 是针对这个 跨小平台的 这个小平台的 这个二是针对Android大平台的 这是针对自己的平台的 OK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开始做加法了 做加法的设计呢 现在再度呢 把车类一呢 又分为三个 这个情境 三个应用的情境 那这个部分 也是 就是在做加法的设计 走加法的设计 OK 好 那我们了解了 这个整个过程呢 那了解了 我们现在 在谈的 就是针对车类一 在谈的 他的 三个case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针对车类一呢 就是把它EIT的 来做一个深刻的理解 那我先来帮你做个Pudent 这样才可以跟 让你呢 能够跟上一个单元 能够做衔接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EIT出发咯 我们现在 从EIT跟一个造型跟一个方向 这是一个造型 这是一个造型 然后呢 一个 策略方向 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两个出发点 然后开始做加法咯 我们现在开始做加法设计咯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得出来 有跨大平台 我们的车类叫 邪天主乙令诸侯 然后这是第一个咯 那这是在这边我们编号是车类二 车类二 然后这个是跨芯片小平台 这是我们归道的车类一 归道车类一 就把它EIT了 这是邪天指令诸侯 那我们现在 要来 正在讨论的是这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第三个 就是跨自己的平台 它的车类叫建立中间件 OK 那就是我们得出来的三个车类 车类一 在这边 车类一 这车类二 这车类三 OK 好那我们总共呢 就是有车类一 现在我们在重点就谈 把它EIT了 那下一个单元呢 才会来 收名 邪天指令诸侯 那在下下单元呢 会帮你 说明呢 如何建立中间件 OK 这个策略的执行 好那我们现在 针对车类一 现在针对的是 这个车类一 我们现在要来谈 这个车类一 这个把它EIT了 的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现在 先用一个车辆 跟D-Man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 所关心的平台 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我们的产品 这是终端产品 这个 终端产品 OK 好那这个汽车 直接连到这个D-Man 直接用了D-Man的 这个J-Co 这个是J-Co 好那车辆 直接连到J-Co 那这个是 用了别人的J-Co 用了别人的J-Co 所以这个J-Co 不是我们制定的 因此 违背了我们的 车类方向 所以我们要 这一个 这一个表示 不是我们所要的 一个J-Co 不是我们所要的 所以 我们要 把它EIT了 OK 所以 就在这里 把它放一个 EIT的造型 所谓把它EIT了 就是 在中间放了一个EIT造型 OK 这样叫做EIT了 OK 好 那这个EIT的造型 你想也知道 里头呢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E I 跟T OK 那 重点来啦 这个I 就是我们要设计的 就是 我们要去设计它的 这一个 EIT 我们 我们设计的 那 这个J-Co 呢 是由 这一个平台 这是别人平台 提供的 别人平台所提供的 这是 它的这边的I 那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I OK 然后呢 用T去把这个I包起来 好 然后呢 让我们的车辆 用的是这个I 而不再是这个I了 OK 好 这个车辆呢 直接用这个I 我们刚刚已经画差了 这车辆呢 要透过我们的I 再来 到T 再来把它的I包起来 这叫做 用我们的EIT 用EIT来包装 来封装 别人平台的 API 然后 我们自己制定 我们自己的API OK 然后 让我们的车辆 跟这个I呢 就可以 跨平台咯 就可以跨平台咯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这个两个可以合起来 也没关系 反正呢 车辆里头有引擎 这看起来蛮合理的 OK 好 那就是把它合起来 也OK 所以呢 Anyway 这个I是我们设计的 透过T 再来把它 这个连接起来 所以呢 由T来使用它的JCO 我们的车辆跟E 用这个I这个JCO 用I这个JCO 那这就是 把它EIT咯 OK 好 那这车辆对地面 就可以跨地面咯 跨平台咯 OK 好 那这就是引擎 这个就是轮胎 有没有 如果以真正的车辆 好 地面 那这就是引擎跟轮胎 好 那你看起来 到目前为止呢 相信 你心中应该觉得 这是蛮合理的吗 对不对 蛮合理的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Module 我们的模块 我们的产品 这就是别人的平台 所以我们准备 应用EIT 来跨平台咯 来跨平台 所以这一边 可以Change咯 这边 可以 改变咯 它的改变 并不影响我们这里咯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跨平台咯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改变 你看这是我们的汽车的引擎 然后呢 我们的沙滩改变了 对不对 这沙滩改变了 就是现在换的是沙滩 要到这个平台上面 把我们的汽车 这是 这是我们的引擎 这是车体 比较大的 整个车体 那这个车体呢 透过Icon 轮接 所以现在选择了 这个平台 我们就选择了 这个胖胖的轮胎 这个轮胎呢 就可以 让我们的车子 到沙滩上 跑来跑去 所以呢 我们的车子 可以适用在 沙滩这种平台上 好 现在我们准备 要换另一种平台咯 一样的引擎 一样的接口 然后 要换到别的平台 我们要换到的是 高市公路咯 那么高市公路 就必须用 这个稍微 平平的 稍微平平 稍微扁扁的 这样子的一个轮胎 那不必 像刚刚的 那个轮胎的勾纹 那么深 OK 所以呢 我们一样的引擎 一样的 这一个接口 但是我们的平台 别人的平台 已经换了 换了别人的平台 我们就换了轮胎 所以呢 透过换轮胎的方式 然后把这一个 别人的平台 就可以一直的改变 一直的改变 我们的 汽车 车体 跟引擎 跟接口 就可以 跨不同的平台 跨不同的平台 再看一个 我们要到高山去 要下雪 所以别人的平台 又改变了 那我们 再换轮胎 所以我们原来 一样的引擎 一样的接口 配上 不一样的轮胎 就可以到高山去 咯 所以呢 从这个换轮胎 就可以 这一个 跨平台 这就是我们 这一个 把它EIT了 的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 例子的比译 而且是 比译的 蛮传神的 蛮传神的 所以你这边 可以看得出来 把它EIT的目的 就是这个样子 透过换T 来 跨平台 跨平台 然后让E跟I 跨平台的 就是E跟I T不跨平台 T是 跟平台 而走的 平台换了 T就换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 了解的 把它EIT的 基本道理 现在 我们来 看看 这个芯片的 这个小平台呢 应用的三种情境 第一种情境呢 叫做 别人的小平台 先有啦 我现在来建立 我的平台 比如说 这个MTK MTK公司 已经新有的 生产了 生产了 这个Android 电视的 这个芯片 已经有了芯片 那么我才来建立 才想要生产 这一个Android 电视 的这个中单产品 叫做电视机 就是电视机 因为电视机里头 有芯片 所以 它已经有了芯片 所以我去跟它 选择了 它现在已经 在卖的芯片 来把它放在 电视机里头 那我做的叫做终端产品 它做的叫做芯片 OK 好 那因为它会一直的改变 所以我的电视机呢 需要跨它的平台 跨它的平台 如果有一天 这个展讯啦 等等的 或是高通啦 这些公司 它有生产这个 生产这个更好 更便宜的 的这一个芯片 我就可以拿新的 这个芯片呢 来放在我的电视机上 让我的电视机的性能 更好 更便宜 所以呢 我这个时候 就有跨平台的 的情境出现咯 那这就是 跨平台咯 那么小平台指的是别人的平台 这个平台呢 由供应商 来提供的 这个是已经存在了 已经存在了 OK 那这就是 已经存在有别人的小平台 比如说 这个MTK MKT好了 都可以 这个公司的 这个Android 电视的 这个芯片 那我这基于这个芯片 那我来开发我自己的 这个产品 终端产品 那如果说我的 终端产品里头的 这一个软件的模块 就是 Software的 Marge 直接去用它的平台 它的接口 用它的接口 那这样子就违背跨平台了 因为 这个接口是它定的 我们没有制定权 我们只有使用而已 因此呢 我们就 会被它牵制了 会被它牵制了 所以违背了 跨平台的 这一个原则 违背了 我们策略制定的这种原则 我们要掌握 接口的制定权 因此呢 我们就把它EIT了 OK 就把它EIT了 所以呢 就我们就在这里 我的平台就变1啦 这里有提供I 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我们自己设计的 然后呢 这个是T 由T来使用 这个小平台的接口 小平台的接口 所以呢 这就引擎 轮胎 高速公路 有没有 我们刚刚所看过的 这一个例子 就是把它EIT了 所以呢 是我的平台 透过我自己设计的接口 然后呢 再透过插件 来使用它的接口 因此呢 这样子 就可以 让我们的平台 不依赖在它的接口上 而依赖在我们自己的接口上 这叫做 把它EIT了 把它EIT了 那这个 这一个T呢 是可以我们来设计 也可以呢 委托第三方来设计 因为 这个要对它的接口要熟悉 所以要找更熟悉的人 来写这个插件 也就是说 这个插件 是 是从这个接口 从这个接口 转变到这个接口 它是 两个 这一个 这是别人的 平台上面的接口 这是我们平台上面的接口 所以呢 这个接口 要对双方比较了解 越了解越好 但是一般的芯片平台呢 有时候蛮复杂的 所以呢 我们常常会找第三方的 对这个 比较熟悉的接口的 第三方设计人 来帮我们设计这一个 或者是 第三方自己 买我们的电视机 自己去配 去组装 新的芯片 就由一个第三方的设计者来 设计这个T的 OK 好 接下来是情境V 情境V呢 刚刚是别人的平台先存在 现在呢 是我的平台先存在 我们的平台先存在 所以呢 我们的平台呢 就是EMI 已经先存在的 这是我们的平台 存在这里 然后呢 别人呢 别人呢 拿我们的平台 去配 拿我们的平台 或者是 后来别人才有 我们把别人的财纳进来 这两种情况都有 所以呢 让别人设计T 就是我们有这个平台 也有这个接口 那么别人呢 就来 把他的小平台配上来 为什么 这好像是我们的电视机 那我们有设计的这个电视机 那么原来是用A公司的芯片 现在有一家B公司的芯片 想来跟我们搭配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销售渠道 比如说 我们一连生产一千万台的电视机 那现在是用A公司的芯片 那么B公司呢 的芯片 这一家公司也想 透过我们的销售渠道 来卖他的芯片 所以跟我们的搭配 因此呢 这一家B公司呢 就会拿他的 这个模块 来跟我们的接口对接 来跟我们接口对接 那如果他接得起来 那么这个T 他就扮演这个T的角色 那有时候呢 他会形成这个样子 就是 等一下再来 这边先说明一下 就是 这个是一般是别人设计的 他因为B公司 想拿他的模块 来搭配我们的平台去卖 搭配我们的平台去卖 所以呢 有时候又会变成这样的结构 这我想是EIT的 两种变形 我想你已经很熟悉了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结构 跟这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意义是一样的 他只是结构有一点不一样而已 那么有时候呢 他会 这个别人为了保护他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这样子的话会被我们牵制的 因为他用了我们的结构 你看 他把他的模组 很重要的模块 很重要的平台呢 受限制于我们的结构 受限于我们的结构 你看 这个也是让他要来实现我们的结构 所以呢 他会受限于我们 所以一般来讲呢 他自己会想办法呢 把他自己变成一个壁虎的尾巴 跟壁虎的身体 那这样子要契为求生 是这样子 所以呢 别人的设计 他不会直接把这个别人重要的模块 直接接我们的结构 他会自己写一个T 让这个T来对应我们的结构 让T呢 对应他自己的结构 这样子 他这一边才不会受限于我们的结构 所以呢 这也是算是 DIT的一种 就是当我们的平台先存在了 那么别人呢 想把他的 这一个小模块呢 配上来的时候 也会呢 一般来讲也会写这个T 所以那这个T对于他来讲 是壁虎的尾巴 因为以后我们的平台改了 这一边要改 这是他想弃尾求生 跟我们刚刚把轮胎弃尾求生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 站在他的立场 OK 好 那这就是 让你了解一下 我们的 这一个在 这一个 当我们的平台先存在了 那么对方 有一种情况 就是把他直接的模块 来实现我们的接口 但是这样子 我们接口一改变了 他这个模块呢 内部的实现 都要改变 所以对他是不利的 对他是不利的 因为这是他设计的 所以他会有 有他的想法 所以呢 这是跟刚刚这一样的结构 现在只要讲的是 这样子 就是说 他为了保护他自己 所以他会把自己的模块 分成这一个 壁虎的尾巴 跟壁虎的身体 所以那这个身体是他的 主要的一个平台 这一个只是用来跟我们对接的一个插件而已 一个插件而已 那这样子 所以呢 就过程了一个 也形成了一个EIT 就是把它EIT的 其实是他把我们EIT的 OK 那这个EIT的用法就是 他并不是说他一定站在这个ENI这个角色 因为他只是一个造型而已 你怎么样子去哪一个为主 哪一个为辅 那个都没关系 反正嘛 无论你是站在这个立场来设计 或者站在这个立场来设计 都可以用EIT 因为EIT本身是中立的 本身只是一个型 他并没有内涵 更没有意图 OK 那就是所以 EIT可以通用于所有的情况 这把所有宇宙中的软件 都可以用EIT来呈现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没内容 没内涵 他没意图 他只有一个型 他只是让大家能够互相 能够诗同文 车同轨 这个书同文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相同的型而已 OK 好 那么情境C呢 就是原来已经有别人的 Cline跟Server 不管这是别人是同一个人 他可能是X公司的 这个是Y的 但是呢 我们是一个Z公司 那我们想切入进去 成为第三者 切入进去 成为第三者 所以呢 这是X公司写的模块 这是Y公司写的平台 这是写的这一个marge 所以目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了 也就是他直接用他的接口 直接用他的接口 OK 那我们就会切入进去 这是Z公司的 Z公司就会接进去 成为EIT造型 把它放在这里 所以也是 这个把他们EIT了 OK 把他们EIT了 所以呢 就会得出来 也是一个EIT EIT 那这样子 这个 他们两个之间 原来呢 是他用他的接口 这接口是他制定的 现在把它切掉了 现在是 他用我们做的接口 他用我们做的这个接口 这个I 对不对 所以呢 接口的制定权 掌握在第三者手中 掌握在第三者手中 所以呢 谁掌握的接口的制定权 谁就有话语权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Z公司呢 会占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哦 OK 这就是把他们两边EIT了 OK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Android的空架里头呢 有很多第三方的这个公司呢 会来写APP 然后也有很多DV公司 会来提供这个DV的引擎 例如呢 CQ Lite的DV 那么他之间就是APP 会来使用这个引擎 现在呢 Google呢 为了介入他们之间 成为第三者 所以要掌控他们之间的话语权 因此呢 他选择了用EIT这个车类 用我们的所拟定的这个车类E 把它EIT了 让这个APP就可以跨越 不同的DV的引擎 那么也保护了 DV引擎的这个变动自由度 让三方都得到好处了哦 所以呢 有APP 就会透过这个CQ Lite的DV 来做查询 查询出来的 这一个结果会放在这边的 一个View的Table里头 一个Table 然后呢 再来 第二个动作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再来查询这个 再来浏览 来观看 这个所查到的 这一个结果的 这个Table 这叫Result Table 就是从数据库里头 还有很多Table 他是从很多Table当中 去查出来 查到了一个 放在这个结果的Table 就是E的动作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来看这个查询结果的Table的内容 叫做Browse OK 查询它的内容 所以呢 这是有一个接口 有一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是 这边所制定的 所以对它来讲是不利的 它用了别人的接口 所以呢 这个Google就在这个位置 把它用的EIT了 把EIT的目的是要包装它的接口 创造这个Google自己的接口 所以呢 这里就放一个EIT造型 这么一种放一个EIT造型 OK 那这个就是把它EIT了 把这一条路线也把它EIT了 OK 因为这里有一个接口 因为这里有一个接口 所以呢 这个把它EIT的 用这个接口 来包装这个接口 用这个接口呢 来包装这个接口 OK 所以这样子 就可以让APP呢 可以跨不同的DB的平台 所以呢 Google在Android的确 所实现出来的 类就这样子 因为EIT的造型呢 是直接可以对应成代码的 所以EIT的造型呢 是直接可以对应到代码 这个代码的函数 连参数 所有都可以 说明的很细腻 所以实现性呢 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它的close性非常的高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 这是EIT的一个实现的方法 实现的一个方法 然后连这个函数的名称 通通通有 通通有啦 那这是Android的现况 的一个结构 那也就是应用策略一 把这个两边呢 把它EIT了 然后呢 可以让这个APP 可以实现跨引擎的 这种跨小平台 那在这里呢 在Android的多年来 这个技巧呢 这个策略 应用的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CQDIT的DB呢 也获得了高度的 这个变动的自由度 OK 那我们现在来做个结语咯 做个结语 就是我们看到的有Client跟Server 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这个基本结构咯 然后呢 在这里头是都变的 复杂都变的 那如果这是我们的 假设 这是我们的Marge 那么我们要来用别人的 假设就是别人的 的平台 别人的平台 那么因为别人的平台 会一直变化 都变 所以呢 让我们的Marge觉得很难过 觉得很难过 所以这里叫做复杂都变 叫复杂都变 那这复杂都变呢 以中文字叫E 就是E经的E E就是Change 所以这里会一直的改变 一直的改变 所以让我们这里很难过 OK 那么我们就会用EIT造型 把它EIT了 那这个E在这里 E在这里 那EIT在这里 这是我们设计出来的I 设计出来的I OK 所以呢就用这个I去把这个容纳起来 容纳这个E 从这里容纳这个改变 容纳改变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跨平台 就会很舒服的 那你这边怎么改变 只要不改I 我都不受影响 所以叫做容纳改变 那么以中文字 容纳改变 就容纳平台的复杂都变 就是容纳善变 E就是容纳E 结果呢 是我们中文字的 叫做容纳 因此呢 如果呢 用这种的策略E 那么会让我们的跨平台呢 解决掉非常大的问题 让我们这一个跨平台 普遍性的追求 就是我们产品的策略 要达到普遍性 那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应用了这个策略 那么就very very easy咯 一切就变得呢 简单又容易咯 OK 好 那我就帮你介绍到这里咯 谢谢你